第三世多杰强佛办公室第九号公告 对于大家非常关心并咨询的解脱大手印的修学 第三世多杰强佛办公室特公告如下 一目前仅有多杰强佛第三世保书上第554页至557页所记载的 并由第四世多读经法王土登成立华商坡写出任记的两位大圣德和大火三大德 其陆东站尊者第四世持人加措法王 开出仁波前和妙空法师 共五位接受了圣役内密灌顶解脱大手印进行法 除此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持有没有修学解脱大手印 解脱大手印的法本也仅有第30多杰强佛办公室人员接触过 还没有正式公开过 国际辅教生理总会于2009年8月初 在香港举办的第二届文法丧失的考试时 对于取得了阿什里和文法丧失资格的人 曾经将解脱大手印前导文宗的部分发给了他们学习 但是那并不是解脱大手印法本 2.解脱大手印将正式由出版社出版 居时第三世多杰强佛办公室将正式确认宣布 第三世多杰强佛和第三世多杰强佛办公室 不收取稿费等任何费用 出版社已表示解脱大手印将以成本价公开发行 已经公诸一世的解脱大手印的前导文 和第三世多杰强佛浅事邪恶件和错误之件 第三世多杰强佛和第三世多杰强佛办公室 也没有收取过任何费用 都是义务提供利益大众的 第三世多杰强佛已经答应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 和国际佛教生理总会的请求 会给合格的阿舌黎文法丧师和真正善良之人传法 但是对于任何寺庙、佛堂、协会、文法机构 以及所有的人婆前、法师、阿舌黎、文法上师等 除了第三世多杰强佛办公室正式行文告示的以外 第三世多杰强佛和第三世多杰强佛办公室 不了解他们的情况 也不了解他们的人员 也不参与他们的任何事务和活动 一切都是他们各自的行为 第三世多杰强佛办公室 只关心他们文听第三世多杰强佛的法音 利益他们的身心成长 快乐幸福 早日得成善之事 第三世多杰强佛办公室 2009年9月18日